最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好多省份出现持续的严重雾霾 继去年中国雾霾天数创下52年之最后 今年许多轮严重雾霾不断刷新这一记录 从2月20号开始,一场大范围、高强度、长时间的雾霾再次席卷中东部地区 影响面积大约为中国七分之一的国土 58个城市的PM2.5频频爆表,陷入重度及严重污染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指挥部2月21号把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级别提升到橙色预警级别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说 北京的空气污染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并且敦促北京居民待在室内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许多网民纷纷吐槽表示不满 网上盛传的一个调侃段子是 新北京人精神由此诞生,厚德在物,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再创辉煌 事实再次证明,物以稀为贵啊 漫画家小乖在这幅作品中把中国的雾霾问题形象地与乌克兰革命联系在一起 并且在新闻《乌克兰变天》的题目旁边加上注解 北京才是真正的乌克兰 网民给PM2.5起了几个外号,叫做《屁民挨点雾》或者为人民服务 2月2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雾霾中走访北京南锣鼓巷 被新华社赞委与老百姓同呼吸,顾命运 习近平此举也受到许多网民的好评 网民凹凸律师说 习达达此次闲庭信部会有如下集结 1.抗雾霾,同呼吸,顾命运 2.反贪腐,揪老虎,胜劝卧 3.查民情,深改革,两会歌 4.给包子证明,咱就是一实在人 虽然广大中国老百姓对肆虐横行的雾霾深恶痛绝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有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之称的海军少将张兆忠 2月21日在接受央视海峡两岸节目采访时 却称雾霾是对美国激光武器的最好防御 这个激光武器最怕的就是雾霾 张兆忠表示,雾霾是由微小的金属颗粒构成的 它们放大后,就是在空气中弥漫着的小钢球 因此,在有严重雾霾的天气中 激光武器是无法穿透雾霾的 张将军的这番高论立即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 网民空老二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评论说 最好不要治理雾霾 人们先都自己死光了 激光武器就没有用武之地,弃死美帝 如果敌人打进来 张将军还会建议满节颇粪,熏死入侵者 怎么会有这么弱智的将军呢 网民民族解放说 他的意思是雾霾还不够重 要把全中国笼罩在重度雾霾当中 变成坚不可摧的雾霾长城 知名网络携手北风套用张兆忠的理论调侃说 国人想搞广场革命,有个条件比乌克兰好 雾霾能挡住狙击枪手瞄准 网民鲍贝41说 如果像这位专家说的 这个金属颗粒你把它放大以后 就是一个一个小钢球在空气里头弥漫着 那中国完全可以收集雾霾的空气制造钢铁了 我们没有忘记 当年伊拉克战争爆发 这位专家在电视上连续发表谈话 说伊拉克的人民战争将怎样在地面上消灭对方的军队 并且一定能够取得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就像上面这位网民披露的那样 尽管张兆忠曾准确地预测过 海湾战争爆发和科索沃战争的进程 但在美伊战争和利比亚内战的战事中 他的预测都严重失准 因此张兆忠也被网民戏称为战略忽悠局局长 有些网民还称他是类似球王贝利那样的乌鸦嘴 有网民用导游师嘲讽张将军说 张嘴胡说八道 招来世间嘲笑 忠于喉舌误导 定律挺谁谁导 将近一年前 张兆忠在央视防务新观察节目中 就曾推出一个对付美军核潜艇的偏方 称黄海中的海带可以把美军的潜艇缠住 网民X-Alonzo14调侃说 张将军继海带理论后又提出雾霾战理论 一下子距美帝海军空军于国门之外 不占屈人之兵 实为我军第一谋士 网民声名狼藉庞大怪 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首《七绝》 中将军战 海带曾经缠潜艇 雾霾遮天挡激光 路面图钉扎坦克 战略忽悠强兴邦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民承认张兆忠所讲的 有一定科学道理 但他们还是认为张将军的表达方式有问题 网民AF研究说 从科学原理上讲 他说的是对的 但是他把危害公众人人都讨厌的雾霾 PM2.5 说的像是什么有价值的好东西 等于往普通人伤口上撒盐 网民身相九相说 雾霾是当前国人的心病 老张这种说法的确让人觉得别扭 好像有雾霾是好事似的 网民梅颖在他的博客中总结说 要知道雾霾是我们生活中最现实的敌人 而美军的高性能武器仅在假想中存在 两害相比 抵制哪一种危害更为迫切 这是傻子都明白的道理 为何将军独独不懂 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电视纪录片 《话说长江》主题曲《长江之歌》 改编的恶搞歌曲《雾霾之歌》 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你从空中走来 《雾霾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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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之歌》